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的先锋上场 当时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门的棋手 上去以后突然就把对方的一天气机拿下 引起国人大好评 暂为是地雷炸军长 一下子就为中日对台赛奠定了非常良好的取胜基础 这个杨世凯的棋风呢 也非常凶 这个属于这个野的一点 野的方面的棋风 战斗力非常强 这盘棋呢 我们看到了 他这个几乎是无孔不弱 把这个哨尾缸的防线冲的是一塌糊涂 下面呢 我们来欣赏这盘棋 这盘棋由杨世凯持黑棋先行 形成这样的布局 在普通情况下 白棋都是先占左侧的大厂 不让黑棋的无油脚发挥威力 这盘棋呢 白棋是扩张大模样 走了一个三连星 白棋一先加的时候 黑棋跳起来 这个是要取外式的下法 假如要取时控 直接点三三就完了 这个就布局 一下子就变成了白棋取杂模样的棋了 黑棋跳起来 这个实际上等于限制了白棋的大模样作战 黑棋虚照之后 白棋面临考验 通常情况下 爬这个是定势 这个是普通的定势 但是下面被黑棋飞过去之后 黑棋的外式也非常广阔 这个棋应该说是双方可站 这个白棋呢 不愿意按照黑棋的意图 在左边低位多爬 所以白棋采用了一个抢时控的下法 白棋这招尖顶希望黑棋力倒 然后白棋再跑 这个交换由于黑棋这个力下去子变重了 这个将来就产生了 马上的这个这里边的手段就出现了 连冲两下之后 再打 再打断 再从这里爬出去 这个棋 黑棋已经累了 在退的时候 白棋把这个棋紧住 对杀的时候 黑棋这几个棋不够 如果没有这个肩顶的交换 黑棋在这样的时候 白棋如果挖 打 白棋接的时候 黑棋可以接在外面 维持全局外式的完整 白棋冲断的时候 黑棋还有一个点三三的这个手段在这 所以 实战中呢 白棋 先在脚上顶 这就把黑棋进脚活棋的退路 完全给阻塞住了 所以黑棋呢 现在也就不肯立了 把这个挡住 走成这样的结果 局部是白棋在实力上 收获不小 但是黑棋呢 局部形成了一个小堡垒 而且这个小堡垒非常厚实 朝的方向呢 也正好和这个无油角 这个外式的方向相配合 中间的间隔呢 相当不错 所以这个定式呢 应该算是局部两分 下一步棋 白棋这个 在这里分头 这个方向稍微 这个有一点奇怪 但是也是没办法 因为这一点如果 被黑棋连住之后 黑棋这个 中央那个外势 越来越厉害了 有可能 这个不劳而获 就在中央成其大空了 所以 白棋 在这里分头 也是迫不得已 黑棋当然从这里逼过来 如果从这里逼的话 被白棋这样拆过去 这个白棋是舒服的 黑棋如果在这边硬 白棋在二路一拖 黑棋反而难受了 如果你在这里乘 白棋将来这里一搬 留个活脚 如果你在脚上搬或者退 白棋搬起来 这边太广阔了 白棋有可能在这打出一块活棋 所以黑棋也不敢硬去 围左边 他从这个方向 逼住 下一步棋 白棋继续贯彻 防患于未然的意图 这招棋 看起来好像不那么自然 但是 也可以理解 因为他不肯走这个 走这个和黑棋 这个交换之后 白棋其实还是要补 如果不补 很简单就被人断坑 但是补起来 白棋在这又没有好棋可下 如果走得远一点 往这边走的话 有可能被黑棋穿出来 这对左右两块白棋 发动猛攻 所以白棋索性就 自己向中央跳一个 尽管这种下法 看着不那么舒服 但是 他心情也可以理解 就是先限制 黑棋左边大模样的扩张 然后再 瞄着 在这里打入了 在这里靠了 等等下法 白棋跳起之后 黑棋如果直接围这边 这个是不明智的 因为这边太厚了 你不管怎么围 这个白棋反倒是 掉起来比较方便了 比如白棋就这么掉两下 这个已经可以了 白棋将来这个长长 这个或者这个长长 都有用处 黑棋成空的效率并不是很高 所以黑棋先挂角 白棋现在需要决策 这个按道理说 白棋应该采取取实地的方针 因为什么取实地呢 就是你在这边取了 失控了 你在这边按道理说 也应该取实控 就是全局的 黑棋走这个时候呢 白棋就算挂进去 或者先从这边进行请销 都是可以考虑的下法 黑棋如果护这个空 白棋就从这里搭下来 把这个棋形整理好 然后呢 黑棋虽然很厚实 但是实控是白棋多 白棋这有个大角 这一条大边 这个是比较从容的下法 这实战中呢 白棋突然又变了 这个不肯取实控了 改为取外室 这个是一种微妙的变化 既然你要这边取外室 你就要想想 这个全局啊 这个以后就没有退路了 你送的空 送出去 就回不来了 通常情况下 这个局部定式呢 是搬这个 然后再打吃 在这个情况下 黑棋为什么不肯这样走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它已经先有一个子放在这 蒸子已经 人家已经牢牢的有了接应了 你这边刺什么 这边刺都引不上蒸 对这个子呢 又没有非常好的引蒸方式 所以说白棋 能这么愉快的 蒸吃掉一个 又不会受到引蒸的惩罚 白棋总而好 这个也正是看到这一点 黑棋呢 索性就不去这送一个了 转身 去失控 这个形成彻底的实力和外势对抗了 现在呢 白棋 继续发挥 他的布局构思 他还是要扩张大模样 这个棋下的 也算是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在哪呢 就是白棋意图贯彻的很彻底 掉在这 这个棋少见 通常情况最多走在这 和黑棋这个交换 这样呢 白棋将来还有给我 在这脱了破脚的可能 这个一走一反扳 脚着活了 是这个意思 但是走在这 和这交换 有一个是白棋不满意的 就是白棋拦不住黑棋 你如果这样拦的话 它可以从这里靠出去 你如果扳 黑棋一冲 一段打 黑棋一长 这个棋 白棋自己是猎型 没办法攻击黑棋 也就是说 由于有这一靠啊 白棋这个 蒙就不能成立了 最多只能走在这 但是这样 黑棋要顺水推舟 又捞一个 这个被黑棋捞空 白棋觉得不满意 所以白棋 把自己的点 定位定位在这 这个棋 黑棋自然是不能在这硬的 在这硬了 被白棋跳下去 这个子被断开了 黑棋难受 黑棋在底下 这个硬是本手 下面一部棋 白棋如愿以偿 总算走到这了 这一部棋 放在这虽然好 但是走不成这个结果 所以他为了从这边拦下来 一定要走这个 我们说白棋的思路是不错的 但是白棋在走这个之前 似乎漏走了一个重要的次序 什么重要次序呢 就是应该先刺 这个先刺 看着是俗不可耐 说怎么跟这儿刺一个 但是他具有有效的强制性定型作用 你敢不理吗 你不理白棋完一冲 这个随便哪边一断 这边就被吃了 随便断哪个都可以 这个黑棋不行 这个就白走了 所以黑棋通常情况下 总是要接一个 这两个交换完之后 白棋再飞 这个就好多了 为什么好多了 说这两个刺 白白走道之后 对黑棋在这一线的突破作战 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下棋呢 就是这次完了以后再飞 这个就是前后的作战呢 叫做一种连贯性 下的就是完整 实战中单飞这个 意思是好的 我们说这下棋啊 意思是不错 但是具体手法方面 略有欠缺 就是你没有把这个次序走完整啊 给黑棋留下了什么 你这个没次 给黑棋留下了一个跳的反击 这个黑棋以此为切入口 黑棋取得了主动 那现在我们如果看到 棋盘上如果摆上这两个字 这个根本就不成立 白棋冲过去就完了 黑棋根本就不能这样下 黑棋要走 最多也只能在这里飞 白棋压住 黑棋长过去 白棋再挡过去 黑棋这个冲断 同样也不成立 白棋挡住之后 顺手就产生出了一个反冲的棋 黑棋来不及在这一带 断什么采取措施了 这地方有反冲了 总之 在飞这个之前 如果能交换到这一下 白棋总是有益无损 实战中没交换这个 马上出现了变化 黑棋跳这个 白棋再次 这个无论如何来不及了 人家当然是接在这 白棋所以硬的头皮 只好封住 但是这招刺 永远刺不到 黑棋长 考验白棋 要哪边 白棋如果沾这个 黑棋冲 挡住 再打吃退 再打吃 长 再压起来 这三个几乎就要死了 这个黑棋太危险了 就算你 白棋太危险了 如果就算你能把这个围起来 也受不了 这三个全死掉的损失 所以这个不能接 只好接这个 黑棋一冲 白棋这个怎么也得挡住 如果退也不行啊 退被这个冲出去 黑棋太厚了 白棋再长的时候 这里还有搬出 黑棋这一走出去 这有搬出 你在断的时候 还可以压 压完再跳再飞 它活在中间 这个白棋也受不了 为了牵制黑棋 从这里搬出来 白棋只好 棋子 多送一个 但是这多送一个心疼啊 因为什么这个刺没有啊 你没刺到这一下 你没这个反冲啊 你是白送的这个 被黑棋一断 这个太惨了 这个死的 这两个死的这个太大了 你又不肯从这打吃 假如从那打吃的话 这个和你这大模样作战 宗旨不合 黑棋往中间走厚了之后 这地方将来还瞄着搬出去 你如果从那顶 黑棋这有一个双 那这块棋的活棋 就成了问题 所以这个方向 白棋作战方向也不对 逃是可以逃 但是现在不敢逃 气掉 这个我们说这个 这盘棋倒是 邵宇高下的也是非常有气势 这个你直接了当 就把上门推给他 我不要 这个也是很厉害 但是说实话 这种下法 所冒风险太大 黑棋叫吃 白棋上面已经死了 黑棋还得白棋还得走 不走的话被一搬 这基本上 左边全要撑空了 一搬 一连搬 全是木了 白棋还必须把这个头探出去 这样的棋 说实话 这个 先送了这个 一二三四五路上的空 送掉了 多少有点心疼 点一下试探应手 这个只好接住 这个没办法挡这个 挡这个话被这一断 你打吃吗 打吃一叫吃 这个就跑了 爬一下试探应手 看看你愿不愿意 是让我近脚活吗 你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这一点 活脚活的太舒服了 飞什么之类的 点这个也有棋了 所以白棋 现在不能先损 黑棋把这个提掉 这是干净的棋 要求从这搬出去 下一招黑棋从这搬 白棋受不了 后退 现在这个局面 可以整理了 就是说黑棋在上面 这条边啊 木数太大 当然也付出代价 就是白棋 把头挺到这之后 这边左边小多 但不管怎么说 黑棋手里的时空还是大 现在的关键 是这个地方 白棋能成多少的问题 假如说这个地方 白都是白空 这个棋啊 还真是白棋不错 比如说简单的 你定型走这个 人挡住 你搬 人打吃 接住 再打 提掉 人补上 这里算你拖 搬 你走 人家立下 好了 这块空也进不来了 最多你也只能走到这个地方 白棋再把这个震住 真要被白棋成了一方空啊 黑棋还真不见得赢 尽管这捞的很多 所以黑棋呢 也得想点办法 尽管我们说 现在黑棋形势不错 但是你如果看着他都成空 这个黑棋也有点吃不消 我们说这个时候考验棋手 实力的时候 有招没招 就看这儿 你得拿得出手来 这个怎么破坏 这个我们来看杨世海的招法 这招很 也连根破他 不是说 我小削你这儿完了 要一块把你打光 对此呢 白棋如果成这个 黑棋这个斑毡先手 下一手 这样一加就过去了 你如果吃这个呢 黑棋一拆 这个基本就活了 黑棋要活在这儿 白棋就没东西了 这个白棋如果斑 也有可能遭到 黑棋的这里的斑 或者这里的断 这边要打吃 这边要翻吃 哪怕就是单程 白棋也难受 你如果接在这儿的话 他从这儿拆一个 这也是活了 这个斑走斑毡先手 底下也够眼 你如果裂下去 破他的眼位 他拐起来 这个你也没有把握 能吃掉的 这个要吃也非常累 还有你斑的时候呢 他也可能就这么来一下 你也累的不得了 你如果挡这个 他一叫吃 你在街上 他等于把你空已经破了 这个你的空全跑 黑棋等于你这个 连扳没扳到 顶这个如果你接这个呢 这边将来被冲一下 打一下 味道又非常的坏 总之 这一靠呢 有他的用意 就是要连根破掉你的空 这个时候白棋也没法后退 白棋一后退 这个地方再让几末 就让出去了 本来形式就不见好 所以白棋准备全接他 连扳 妙手 这个棋也好起 这个还是要求在底下做活 白棋如果打这个 什么时候都可以打 但是你打完以后 你就得去接这个了 被人压出来 你得退这个 这个棋 哪怕就在这漏 这个棋也不是死棋 黑棋很容易就能在底下做活 白棋也开始下凶的 打吃 黑棋长 白棋接住 这个都是白棋最狠的招法 连根就把他 这个 断开了 黑棋 刺力也好 捣乱之间先打一下 看你要不要 这个时候不能让他提掉 提掉这个 太干净了 先跑 好 这两个字变重 什么叫变重呢 就是打一个的时候 白棋可以考虑弃子 打成这样的时候 就是要抓住 白棋的这个弱点 大做文章 这个 借劲行棋 这个白鞋只能冲过去 没得走啊 这个不能让他捅 捅漏了 黑棋一段 这个非常凶 这个什么段 什么意思呢 要求连根度过 如果你打这个 好 你这当然没事了 但是黑棋这么打 全跑了 连脚带边全收走了 这个白棋 一无所获 白棋 所以注定了 要在这抵抗 抵抗的时候 还不能走这个 如果你这么抵抗 被他一打 你这一跑 他再打 黑棋 接这个 或者接这个 白棋都完了 这个两个 没法和这一堆黑棋杀棋 白棋又死掉 所以实战中 这个地方 黑棋下的 计算的也很准 下的也很好 白棋玩命 立下去 黑棋就已长 下一步棋 白棋如果在这里 补 黑棋这个 全连上了 这两个对杀 又危险了 所以白棋一拐 白棋以为一拐呢 黑棋已经死掉了 因为你如果退的话 他一冲 你一挡 他一断 这个是对杀 是对白棋有利 但是没想到 黑棋能硬挡住 这个地方 黑棋计算的 非常精确 如果你打吃 他反打 你棋掉 他一搬 这个棋 白棋两个就被吃了 白棋以为什么变化呢 打一吃 以为黑棋不行了 以为黑棋要接这个 白棋爬过去 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可以加一下 这一加之后 这里要跳进三三活棋 这面要求度过 白 黑棋这堆棋还紧 这个白棋觉得 黑棋不行 但是 白棋打这个时候 黑棋有妙手 这个妙手 一放出来 局部白棋就完了 居然是在二路空顶 妙得不得了 这部棋 是 白棋没算到 这个白棋 如果接着往里边去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黑棋一紧气之后 里边这个地方 白棋宽不出气来 白棋如果往外去的话 黑棋趁时接上 这个白棋如果拐的话 趁时打下去了 如果你挡这个 黑棋断 这个白棋完了 总之 这里边的一些层楼变化 这个黑棋都全算好了 走的是非常的精妙 这一顶之后 白棋只能提这个 黑棋一挖 白棋再打吃 黑棋吃到包 结果黑棋就成功的把这咬穿了 当然白棋在右边呢 也算有点收获 白棋只好补这个 这个只好封住啊 你不封住的话 被他这么一出头 这个就是全没了 就又又挡不住了 黑棋 从容的向中央跳 我们看到现在黑白棋再围这个 已经差多了 这个地方黑棋已经漏进了 而且刚才黑脚不实 现在黑棋的脚也变成空 白棋如果现在围这个 这明显的是不够 黑棋从这飞上来就行 这飞上来以后 你要上的话要下头 已经看不清了 所以白棋 必须要把这个挡住 黑棋也很稳健 再一个往前跳 这个时候白棋呢 如果补这个是本手 下边不会出棋 但是黑棋就一个个往前走啊 一边要着白棋的断点 一边是把这个控破光 这样白棋控不够 因为黑棋在左边呢 还有很大的成空潜力 所以白棋想多撑一点 靠这个 希望黑棋搬 白棋退 这样白棋多为点目出出来 这个还有一战 还有一战的力量 但是这招棋过分 这个没补上啊 这个黑棋往前一跳 白棋又不能去底下搜空 你去搜根的话 人家一点 你这个就不能要了 你如果接上的话 这明显的就跑了 你如果是不要的话 这个走又被人吃了 等于白送礼了 只好硬着头皮尝这个 这个地方又出现了死活问题 黑棋搬 等 再拖这个 白棋如果搬这个的话 黑棋一火 至少是个打结活了 这头白棋也止不住了 黑棋出去了 白棋只好成这个 黑棋小尖 这个棋累了 这个棋 不好吃 白棋最后还走了一个这个 局部是很凶的去炎手段 但是黑棋平稳的这么一挡 这块棋活掉了 白棋只好认输 这个地方的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将来你出 挡住 再打吃 都算你走到也没用 接住 算你这个也搬到 他再接住 你如果打这个 黑棋打吃先手 白棋接上 黑棋接上 白棋再接 黑棋这一靠是妙手 你走别的他又度过了 你如果阻住的话 他鼓一吃 这块棋变成了 俩眼活棋 这块棋活棋之后 白棋手里没空了 所以走到这个时候 黑下边一出棋 白棋就此投资认输 今天这白棋呢 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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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